哈喽 大家好 欢迎来到皮尔论道 ThePiersChannel 我是Piers 今天周末多伦多的气温特别的好 23 24度 然后阳光普照 清风徐徐 那么今天我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认为的最赚钱的几种 期权的交易的策略 具体是怎么运用的 那么喜欢我们这个频道的朋友 别忘了点击订阅 subscribe键 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点赞分享 还有开启每一期节目提醒的小铃铛 那么这一期 因为是我极心想到要做的视频 所以如果是不是说的特别的连贯 大家包容一下 那么之前一直有网友给我发信息说 我之前关于期权交易的视频里面 说了做了这么多期 从来没有提到过最基本的 最常用的一些初学者用到的 作为期权的买方 也就是buy call buy put 这种所谓的买入 看涨期权或者买入看跌期权 这样一些基本的策略 那么这里我简单解释一下 先说这第一种 首先看我期权交易视频的朋友都知道 我并不是作为期权买方的buyer的忠实 拥护者 那么原因很简单 因为首先作为我在北美做股票期权交易员 做了8年的经验里面 绝大多数至少80%的零售retail的 这些投资者作为期权的买方的话 都是亏钱的 这是不争的事实 理由很简单 大家知道期权计算公司里面就知道 所以说期权的周围买方的话 它的时间价值 Time value是against you对你不利的 也就是说在你持有期权的过程中 你越接近你的有效期 你就期权就越不值钱 所以即便你是方向看对了 你只要没有及时平仓的话 那么你还是亏钱的 而且可能是全部亏完 所以说很多的期权的教材 就是说期权的买入期权 是最风险最低的一种策略 其实我并不这么认为 只能说它的成本是最低 因为如果你是没有及时平仓 或者看方向看法的话 那么你亏是把你的期权金全部亏完 100%全部是total loss 这个是百分之百亏的 所以说不能说风险最低 只能说它投入成本是相对比较小 是这么说 好 那么有什么办法可以提高它赚钱的 这个probability这个几率 那么你就是可以做这样一种做法 这也是在我之前有给大家推荐过的 那本书就是get rich with options 如何通过期权致富的那本书里面 有提到的就是你要是buy deep in the money options 就是你一定要买入最深入的价外期权的 执行价的期权 我们就拿buy core来做一个简单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 假如这些股票你是做多 那么现在市场价大概是100美金左右 那么在期权的seers它系列里面最贵的 或者说是它做call的话执行价最低的 假如是10块钱 它是最贵的 也是最便宜的执行价 那么你就买这个 那么假如你是做通常是做比较长期的 一个蓝筹股 那么是比如说做一年 leap option 那么10块钱 那么首先它in the money就90块钱了 那么再加上一年的时间价值 你可能要给到120 130的成本 成本是挺高的 但是它的好处就是它的delta 就是所谓的因为期权很大一个问题 就是说它股票涨幅 跟它的期权的涨幅并不是一致的 很多时候你股票涨10个percent 期权可能才涨5个percent 6个percent 那么如果你是买最deep in the money的 这个option的话 那么你的delta 也就是它的变化 你可以最接近1 也就是说你的期权的波幅 跟你股价的波幅几乎是接近的 那么这个是最有可能作为期权的买方 而赚钱的这个做法 好 那么这是第一个策略 第二个策略就是我们之前有提到的 就是sell cover call 就所谓的卖出这个看涨的这个持宝的看涨期权 那么这是你就作为这个期权的卖方了 那么什么时候做这个策略呢 通常就是你是看多做多一只股票 你这只股票通常是一只蓝筹股 你想是长期持有的 而且通常这种情况下 这只股票是有不错的分红派息 dividend yield 那么你想长期持有做多 但是你又怕它短期下调 或者你想赚取额外的现金 cash flow 现金流 那么你可以这么做 通常如果我的做法就是 假如这只股票还是100块钱 那么我通常会选择也是out of money的执行价 比如说我选执行价是110块钱 假如还是一年左右 那么我首先就锁定了 我的赚钱的服务 就是说我100块我执行价110 也就是说假如这个过程中 期权是这个股票是往上涨的话 那么我至少赚了10块钱10% 加上这个过程中 这个股票如果分红 假如分红率是派息率是3个percent 那就13个percent 再加上你卖期权的期权金premium 假如一年的话 估计你至少卖个5块钱 那就额外的5个percent 你加起来 你假如这只股票 在你持有期权的过程中是上涨的话 那么你至少就已经赚18个percent 当然这也锁死了 你最高涨了这个涨幅了 好 那么假如在这个过程中 这个股票是跌呢 那也不差 你至少还是赚了你5个percent的期权金 5块钱 然后是3个percent的这个派息回报率 那么8个percent也是拿到手了 即便它低到 比如说低了10个percent到90 可是你手头上还是持有这只股票 对吧 到时候还会涨回来 所以这是一个不错的deal 这个是sell cover call 好 另外一个赚钱的strategy的策略呢 就是这个所谓的sell naked put 这个也就是卖出这个裸体 或者是无持宝的这个看定期权 那实际上你是看涨了 那么什么时候用这种策略呢 就是你是很想买一只价值股 value stock或者是蓝筹股 blue chip stock 但是你希望是在这个股票的市场价 再便宜一点买到 那么打个比方 这只股票假如现在是100块钱 那么我通常这个买入点呢 我会先看这个technical这个表 那就是说一般市场 有些人看你个人喜好吧 有些是30天或者60天 或者90天均线以下 也就是说这只股票 在你准备做这个sell put的时候 它已经是比市场上跌了 大概就一段时间的 跌了大概10个percent 或者5个percent 到你心理价位的那个数 同时你在做sell put的时候 你再选这个执行家 执行家再要比当时的市场价 还要再低 我一般是做再低个5个到10个 那同时我们一样举个例子 假如我看到这只股票 原来可能从大概60天 这个均线就已经从原来的120 跌到大概100块钱市场价 现在 但是我还是想再便宜点买它 比如说我设个执行价 是sell put的执行价是90块钱 那么我就已经比现在 跌了的这个价钱还要再跌 10个percent入货买到它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 假如我是做同样一年的话 我可能已经收到了5块钱 我就已经锁定了 就是说 假如看两个方向 假如这个时候 在这个过程中 你sell了这个put之后 90块钱执行价的put之后 这个股票假如是往上涨 那么你的option就不会被assign 不会被执行 那么你就赚了 白白赚了5个percent 就是这5块钱这5个percent 拿到了集成金 别忘了这个是在 你不需要几乎不需要任何成本 你不需要任何的现金 你白拿那5块钱这5个percent 当然你需要有足够的margin 也就是保障金的前提下 好 如果它往下跌 跌穿90的话 那么你的option就会被assign 那么assign的结果 就是你要有足够的保障金 或现金来接收这批股票 90块钱买进 那么至少你比原来 你想要买的时候 已经赚了10个percent 低了10个percent 再加上5个percent的集成金 你已经至少锁定 你赚15个percent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deal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讲 我自己其实最近做的最多 也最赚钱的 就是credit spreads 价差组合 代方价差组合 当然这个是比较 稍微复杂一点的策略 我在这里是简单的提一提 大家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看我之前做的 比较具体一点的 credit spread的视频 那么我这里讲的credit spread 最通常就是这两种 一种是当你需要做多的时候 就做boop spread 也就是所谓的牛市看涨价差期权 或者是当你要做空的时候 你就做beer call spread 也就是所谓的熊市看涨价差期权 就这个期权特别好 就是我这长期以来我实践的 几乎我做到每所有 大概平均现在一个月做20多组 每个月几乎毫无例外 就是无论什么市场条件之下 我都是基本上赚80% 亏20% 所以这个回报还是很不错的 那么怎么说 你怎么去做它 就是说比如说你要做多的话 那么我们知道你做boop spread 你就是卖一个贵的put 同时又买入一个便宜的put 那么选择两个执行价strike 一个区间 那么这个要点 还是在于选择执行价strike price 你一定要选择所谓的otm over out of the money 这个是家外的执行价 那么也就是说 当你做多做看多 做boop spread的时候 那么当你选择的是 家外执行价的时候 它的好处就是在5种的市场 情况之下 你都4种情况 你都是赚钱的 假如你是做多 那么它大涨小涨 不涨不跌小跌 你都是赚的 只有是在大跌的情况之下 你才亏 而且亏是有限度的 只是它跌穿 你的最低的执行价以外 你才亏两个strike之间的 这个range 这个幅度 所以非常有限的 好 那么相反 假如你是做空的话 你做 bare cost spread的话 那么你就是在4种情况之下 那就是大跌小跌 不涨不跌小涨 你都是赚钱的 只有在大涨 那么涨过了你最高的指线价值之后 你才是亏 也是小亏 也是在两个range strike the range之间 所以这个不但是在我刚才说的 get rich with options 那本书里面提到的最有效的 因为交易员 我之前有提过 那个作者 他本身是芝加哥 集团交易员 做了27年了 资深的交易员 他见到所有市面上 五花八门的 几十上百种的这种交易策略里面 看起来非常的fancy 但是最赚钱的 就是刚才我提到的这4种 buy deep in the money call sell cover call sell make a put 还有就是credit spreads 那么当然还有一个最fancy的 最听起来非常神奇 也非常的复杂的 就是iron condo 或者butterfly 这种我不知道中文怎么说了 其实很简单 就是我刚才提到的两个spread的 一个combo 一个结合 你同时做一个就四组了 你同时做一组bup spread 再做一组bear call spread 这个我之前也有简单提到过一下 我之前做tesla 赚了就是这个 因为你这种 你做iron condo butterfly 你最希望的 就是要做那种huge swing 就摆动特别大的股票 它经常在很短时间之内 它经常大涨或大跌 那么你很有可能 就是你的bear call spread 和你的bup spread 同时都赚了 这个几率是非常大的 如果它是swing很大的股票的话 好 这个具体到时候 我们在周门可以做一个视频 讲iron condo 或者butterfly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 随心很激心的一个视频 没有很好的组织逻辑和语言 大家包容一下 如果有什么问题 可以在comment那里给我留言 然后想要了解之前 更多关于期权的具体的一些逻辑 logic 一些赚钱的一些策略 还有一些实力 可以看看我之前做的一些视频 除了by call之外 其他的都有提到 具体提到了 好 那么就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别忘了subscribe 订阅 这个点赞分享 拜拜 对了 Happy Father's Day 父亲节快乐